就突然拿一張紙條 給我看 我就說這什麼 我看上面有我的名字 然後有一些奇怪的文字 他說這是你的八字 我有看你上節目對不對 你在節目上有一些 感覺是跟你還不錯的女藝人 比如說什麼 黃潮鑫 對啊 比如說 很多很棒 什麼潮鑫之類的 他就說不然這樣 那要不要 然後你去問一下他們的八字 既然你不能選 我看要不要老天爺也幫你選一個 好可怕喔 對 我覺得太激活了吧 我想說那太壓力太大了 但我還是有問他 你還是問他 其實我媽都是 她都用那種勸的 就勸你不要結婚不要害人 她就會 以前她就會把我叫過來說 立東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然後我就說媽 我不只老大不小 我說我們家的老二 我說妹妹 妹妹也不小了 你最好會跟你媽講這種話 我說我們家的妹妹老二 我們妹妹她也不小了 你為什麼不給她壓力 好煩喔 然後一開始這個還可以過得去喔 結果後來去年 前年我妹結婚 她搶先了 所以我這個藉口不能用了 她開始會專攻我了 然後而且我就面臨 我要40歲了 40要擺在眼前 所以40歲還沒有結婚 40百萬有39嘛 40歲一窮店 她就開始看不出來對不對 看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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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以為你46了 好了 她就真的 就像大家說的 就是用寵物 因為我們家有養荊棘啦 對不對 然後我媽就很好笑 她就其實都拍一張照 傳到我們家族群組 然後她就在下面打一句 我抱的是荊棘啦 但我想的是金孫啦 好 還壓抑 然後下面就開始了 一群長輩那些阿姨就說 金孫加油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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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全部都會貼一些 嬰兒照片 然後壓力就很大 因為你妹妹結婚了就沒辦法 現在 而且你是長子 長子 對 她就用這個嘛 好了 接下來 她還會用其他的旁門左道 來攻擊我 譬如說有一天 她就突然拿一張紙條 給我看 我就說這什麼 我看上面有我的名字 然後有一些奇怪的文字 她說 這是你的八字 我有看你上節目對不對 你在節目上有一些 感覺是跟你還不錯的女藝人 譬如說什麼 黃喬星 對啊 譬如說 喬星之類的 她就說 不然這樣 你去問她們吧 你認識的多少碟字 雄雄啊 籃籃啊 茲茲啊 喬星不是啊 搖搖搖啊 對啊 不疊字耶 我沒有疊字控啦 對 太低了 反正就是說 那要不要 你去問一下她們八字 既然你不能選 我看要不要老天爺也幫你選 好可怕喔 對 我就超八字 太激活了吧 我想說太壓力太大了 但我還是有問她們 你還是問她們嗎 你問一下八字嘛 等一下我問你兩字 不要 八字沒半疊吧 還有一次是過年 過年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會煮年夜菜 它會從廚戲 就準備到初五 然後每一次菜都不一樣 然後都是我愛吃的 然後我每次吃 我就覺得這真的太棒了 很好吃 然後我說麻辣真的太讚了 然後她這樣誇獎完之後 她就突然這樣叹一口氣 我是不知道這些菜 以後要怎麼傳給 你以後怎麼吃得到 我以為天后不在了 我是很想把這些東西 手藝全部傳給你的媳婦 然後又開始一直嘆氣 然後你會覺得過年 然後她在那邊嘆氣 就會覺得 可是你是現在 完全沒有想結婚的念頭嗎 我是有 她還在遊戲人間 我沒有啦 我沒有 因為我們年紀越大 才會越來越知道 自己適合什麼樣的女生 對啊 因為畢竟你現在都52 對 我的婚 39 贏過半百了 贏過半百 所以我發現各種方法 逼婚啊 對 沒辦法 你看她多想 多想要抱金孫啦 對啊 是立東本人吧 你敢說她一百十一番 我不是本人 早餐店阿姨都嚇得了走 不是 我不是要把早餐店阿姨 是買早餐 買到一段時間 那個阿姨就突然跟我聊 我就說 她就說她有一個女兒 然後在國外讀書 讀研究所 比賽又長得漂亮 而且重點還會說 而且 她不看長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她不看長相 什麼事 她不喜歡你這麼久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好想來喔 每次都說好 OK OK 我們之後再聊再聊 然後有一次就是我妹妹 她生病 她跟我住一起 我妹妹生病了 然後她有叫早餐 然後我就幫她拿 我就下去拿 我說她剛剛那個有一個早餐 就外帶的這樣 然後是另外一個阿姨 另外一個阿姨看到的時候說 今天100塊 然後結果那個早餐店阿姨 那個老闆 老闆娘 她就看到我 她說是你要的啊 50 50 打五折耶 她其實我這已經半年了以上 她每次我的早餐 她都給我算很便宜了 哇塞 她已經把我當女婿 就在經營了 然後後來我就知道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壓力好大喔 然後她就話一句說 我女兒下禮拜就作非寄回 結果呢 見面了沒 我就壓力太大了 會不會其實她女兒超正 對啊 你有沒有看過她 我後來有去另外一間買 說不定她女兒就真的超正啊 壓超寬 不是 我就覺得壓力很大 你這樣子 她是防向就不要再挑了 真的 吃醋 她在吃醋 吃醋啦 吃醋 因為我航行啦 你看看人家啊 但你真的沒想過要說 說不定她女兒真的很正 像我媽也都說我 弟都超帥的啊 所以這是父母親的話 我們都會聽 我都會聽 可以理解你的想法 理解啦 但是基隆的好體型 你下次可不可以戴GoPro 去看一下她女兒 對 我也想看她 下次波及給你們看 應該也是陳腔的那一個吧 張波及 沒有 我們那個是不小心滑鐵爐 一定會有時候 就是一次 Oops 因為那時候我跟我交往 一陣子一兩年的女朋友 因為她過年想說去走村 去跟她父母親拜個年 這樣有禮貌 然後我想說 然後我就去了 然後我就打開門 我就嚇到 就她家打開來 一大堆那個長輩 全部都叔叔伯伯阿姨這樣子 大圍爐那種吃飯 然後就開始了 就變成好像我要打通關嘛 就開始跟叔叔伯伯先喝一輪 然後阿姨姑姑又喝一輪 然後又叔叔伯伯又阿姨姑姑 因為一直這樣灌 然後中間還有一些 那些阿姨姑姑會講說 她可能之前也有帶過 以前的男朋友來喝 氣到 然後她就說了 對 她就想說 應該好像比之前那個誰會喝 有中了 就中了 來 我們一定要證明 然後剛剛也講的是某位男藝人 對不對 面子要有 我們很持久 我們持久不會輸的 對 手持那個酒 我就一直喝一直喝 喝完之後 其實都把他們解決了之後 然後我旁邊的女朋友就說 你真的還OK嗎 然後我說什麼意思 她就說 因為真正的大魔王還沒出來 就是她爸爸 她爸爸是想說結束這一輪之後 跟我兩個人這樣面對面 Man to Man的這種 好好聊一聊 然後我說好 我還可以 我OK 我沒問題 然後又開始跟她爸開始又喝 然後又喝 喝到中間 我真的已經不知道我在聊什麼了 因為開始她爸爸從一個人 變成一個半 然後再變成兩個 真的 她爸爸好像變得越冰越胖 然後開始覺得不對勁了 然後但是我就是用意志力撐到最後 要持久 我都要持久 因為我抽十個酒不能放下來 她爸也很開心 然後說那爸 時間也晚了 我們去 我就說我要去洗澡 我想說洗澡完會比較醒 爸爸會不會以為你在約他 沒有 沒有 他在閃酒 閃酒 就是階段性任務達成的 然後我跟你講人只要這樣 你只要覺得你任務達成 你放鬆了 一放鬆酒精就上來了 然後我沒有印象了 然後我是在一聲尖叫中驚醒 因為他說我去洗澡完對不對 我就穿內褲 然後我就進去房間 然後我以為那個是他準備給我們的房間 結果是他那個媽媽 他媽媽 YES 你這個畜生連岳母都不放 他媽媽去弄個湯 然後回去說 夭壽 因為我就睡在那邊 睡在他們房間 而且他只穿內褲 爸爸應該很死你了 然後他媽媽 我就 我就驚醒 然後我一驚醒 人就這樣 一驚醒 然後你又用這個 我就直接 兩 三步就吐 吐在地上 對 而且你穿內褲而已 對 所以他看得到他女兒 將來幸不幸福 也不一定 而且那時候一定是最虛弱的時候 我看得到 我看得到 你會不會其實一直都很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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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小小的又大吐這樣子 然後最後隔天他那個爸爸 就直接跟他那個女兒講說 你這個男朋友不會喝就不要喝 對 這樣子很博博看 這樣博博看 東恩 你是愛掌控一切是不是 沒有 因為男生出去 如果出去玩 一定是男生行程要安排好 所以我們就是那時候 女朋友就說 有一次要去宜蘭 然後我就說宜蘭OK 很熟 就是跟自己家廚房一樣 太常去了 然後他說那次交給你 他說沒問題 然後當中還有另外一對 情侶朋友要一起去 我就說OK 都交給我四個人的 那一天就早上要去第一個地方 然後就聽到他們情侶 另外一對情侶在聊天 突然聊到一個 最近很紅的一個景點 它是一個咖啡廳 聊到而已 那時候你就想要耍帥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現在就去那一間 然後那一對情侶就說真的假的 因為那一間是很紅的 他們就覺得對我刮目想想 你如果訂得到那真的是 對 然後問到女朋友就說 你真的這樣可以嗎 沒問題 我說那個老闆 我熟了跟什麼一樣 我們喝過幾次酒這樣 一定OK的好不好 那我們就去去去 然後他們就很興奮 然後就到了現場 尷尬了 因為 鐵門都沒開 尷尬 對 就電凶 然後我就說 那因為我們你知道 那種假日 宜蘭 你如果真的沒有安排 就真的沒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很 我就很窝囊的 就是找附近的一家麵攤 就四個人坐下來吃麵這樣子 然後我發現他們三個人的臉 比麵攤老闆還要麵 麵攤 麵攤 會問你說你會不會冷 那我們才會心裡會想說 Come on Come on 外套不是給男生穿的 我們其實有準備外套 就會丟給他 然後說你如果還是會冷 你說往他臉上丟 我就是你的外套 做你的外套 穿梭你的外表 然後我們就OK 然後我們就想說這樣OK了 結果到了晚上的時候 不得了 半夜 我就開始發高騷了 上吐下瀉 我整個晚上都住在廁所裡面 然後就因為那個行程 是兩天一夜 我說我沒辦法做他的外套 他要做我的護士 因為整個行程就 他只照顧我就好了 我只要一走出廁所 結果都想進去了 那個很可怕 腸胃型感冒那種 很慘... 但張立東你到底在幼稚什麼 你還假裝跟女生搞曖昧 這招哪會成功 他不是常常這樣嗎 對啊 有成功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成功分手 女生... 這是生氣 女生很奇怪 女生常常會有一群閨蜜 只要有一個人分手對不對 他們就說 我們大家一起要陪伴他度過這個 人生的低谷 低潮 因為我們是姐妹 我們要在一起 怎麼樣對不對 然後好了 那我想說那你陪一個禮拜 就OK了吧 不對喔 下個禮拜我就說 他又要陪姐妹 我說他失戀期會不會太久 你們胸部一直也這樣 他就說沒有啦 因為另外一個失戀 這個失戀會傳染 你知道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想說我也會害怕 會不會傳到我這裡 然後我想說 那我也想要關心他們 對不對 想說這一群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說 你千萬不要來 我說為什麼 他就說我們全部都在罵男生 然後你去你所以就變劍拔 對啊 然後說我欠你不要 他說勸我不要去 然後說好 那我就不要去 可是這樣也不是辦法 因為我發現 我跟他的相處時間 全部都被這些女生 閨蜜稀釋了 那你不是開心嗎 沒有啊 但是我們還是在談戀愛 我也不是一直在打電動人 還在蜜月期是不是 我們還是我們還算熱戀期 然後我想說那這樣也不行 有一天就看我跟別人訊息 然後我就在那邊笑 然後他就想說你在笑什麼 我就說沒有啊 就很好笑 然後他就想看 我就有點不給他看這樣子 然後後來 他就覺得有鬼 後來我就去 我就去洗澡 然後我知道他等一下就要出門了 然後結果後來我一洗完澡 他就跟我說 咪咪是誰 然後我說咪咪 然後就說我朋友 他就說 為什麼他說 趁你女朋友不注意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趕快來一場 然後他就生氣 來一場什麼 他說你是不是射咪咪的臉 你就是想要咪咪這樣子 射咪咪的臉 然後我就說我沒有 後來我就跟他解釋 我就直接打電話給那個咪咪 其實他就是我的男生朋友 然後我說我這麼做 那你還射咪咪的臉 對啊 不是 我是在笑 我是在笑 因為男生就會傳一些 幼稚的東西 那我就笑 然後我就說 因為那天我看到一個 他就說女生看著手機 會這樣子時不時的一直笑 可能是看到真的是曖昧的 真的 男生看到這樣舒適一下 他就是在看智障的東西 對吧 對 那不是想歪的嗎 好像是 然後我就說我這一切都是為了 因為你自己也不理我 我乾脆就是假裝有女生 我自己假裝有行情 怎麼樣 自己假裝有行情 然後他就說你這樣很幼稚 我說你這樣也不陪我 我也不知道這樣 我該拿你怎麼辦法 他後來才意識到說 他忽略我了 他就把我的行事力 全部是女生的 全部打一邊 對 他要確認是不是真的女生 然後你是跟他什麼關係 你的通話紀錄 全部 那不是他很有空 就是你的行事力很短 很短 但我有一次有惹一個 女生朋友生氣 是小優 怎麼了 他怎麼了 因為有一次我們私底下大家 因為我聚會 我是後來才去的 那你知道我們諧星 如果有在現場的話 大家就會想要 讓他們氣氛活絡一下 那就有人開始聊天 因為有小優 我們就說 其實演藝圈有些人 跟她的名字是不搭的 什麼 小甜甜其實沒有很甜 然後小優其實沒有很優 然後就有一些人開始笑 我們就順著話繼續講 不過說你們其實不能這樣講小優 小優你如果認真跟她相處的話 你其實是會動心的 那你動的是 太過分了 然後也是笑得更大聲了 可是我就發現笑得更大聲了 我就余光看到小優的臉是 是鐵青的 然後我想說她平常也不是 這麼開不起玩笑的人 她應該會自嘲 張憲東亂講話什麼 她沒有 然後我就後來發現我的手機 訊息有響 我就看到小優 小優傳訊息給我 她說張憲東 你到底在幹嘛 她說 我說什麼意思 她說 我旁邊那個男生 是我新的曖昧對象 好 好緊張 我用我的手就傻眼 因為我到時候很想找地洞鑽進去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我就跟 趕快叫小優空檔的時候 我趕快找她出去 我就說真的不好意思 我剛剛那個不是故意 那你講那個笑話 那男的有笑嗎 笑翻了是不是 那男的是要笑不笑 她也不好意思笑太誇張 就算她真的喜歡小優 她也不敢講 她會覺得這很 跟她在一起很丟臉這樣 因為大家都在笑她 所以那次我們真的很不好意思 你真的很擔心 那個就是有一點幼稚 面對你們這些幼稚 壓力還不大嗎 對啊 你會覺得很開心嗎 沒有 我知道旁邊的人是開心的 對啊 如果在現場 我應該也會很開心 我遇到的狀況是 我們是真的好心 想要幫那個忙 就有一次我們的那個 我一個女朋友 然後她的大學閨蜜 她們是那個班隊 然後她們好不容易交往 到出社會要求婚的 然後她就問我 那你要不要來 一起來幫忙求婚 我說OK啊 那OK啊 她說可能 她們最後有一個儀式 是要放煙火 然後我說OK 因為我認識的朋友 她是有煙火 可能會拿比較便宜 然後你只要在對的時間 跟我講放 我就放 啪啪啪 然後我就是大功一劍 好啦 就到了那一天了對不對 然後因為她們那一群人 就是說不要讓她發現 她們是躲在一個秘密的場所 是等到煙火 啪 她們就全部出來說 嫁給她 嫁給她 這個橋段 她說你千萬不能被她們發現 你要躲得很遠 我就在合著另外一邊這樣 我說OKOK 沒問題 然後到了時間她就說放 然後我就放了 啪啪啪 然後她很漂亮 因為是晚上 因為那個男生就是會下跪說 這是我們第一次約會的地方 我們交往也五六年了 今天我想要在這邊 這個跟煙火的這邊 說嫁給我這樣子 然後她講完這段話 沒有煙火 然後是放了嗎 對 那我那個朋友就開始說 你放了嗎 我說放了 她說沒有啊 我說有啊 很漂亮啊 然後她就說什麼 然後我還給她看 給她看 然後她就說 那你放去哪裡 沒有啊 然後我說我在這裡 她說你在哪裡 我就說我在那個啊 在那個大家和平公園啊 她說 我們在大湖和平公園 白痴耶 可是試問 她是不是要跟我講仔細一點 因為我的腦海中就印象記得 是大家和平 所以你看 就很遠耶 差一個字而已啊 他很遠 你把人家的求婚給毀了 然後我就怪說 她說其實大家和平公園比較熱門 你要放的話應該 然後她就臭罵我 因為她就覺得 因為最尷尬的是因為 煙火的見證下來 因為全部沒有人講話 就沒有煙火 他們全部很尷尬 就衝進去說嫁給她 嫁給她 嫁給她 然後蓋掉那個尷尬 你好了吧 好糗喔 也是成功了 成功就好了 對不對 而且我說這個煙火我扛 對啊 你要看一看 不過放完以後沒人看到 大家和平公園的人都有看到 想說在傾訴的時候 他們看了一個免費的煙火秀 你女朋友點的菜你也可以鹹 你是有什麼好鹹啊 不是 都煮給你吃了 你想要怎樣 不是 就是有一次 她跟我們約大家朋友一起吃飯 對不對 因為我前面有工作 所以我比較慢到 那我到的時候 我發現桌上的菜已經都點好了 然後我就準備坐下來要吃的時候 我就看一下 我就印象中 我就看 我知道這家餐廳 因為之前我公司聚餐 有在這家餐廳吃過 我就說不對 你們怎麼都點這些 都沒有點那些招牌菜 你看那個嘴臉 你看那個嘴臉 坐下來就要死 這個你也沒點 你們真的不懂吃 都不會點招牌菜 這樣等於這家餐廳 我們白來了 什麼 然後這時候就有一個 悠悠的聲音出來說 對不起 是我點的 我不懂吃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 是我女朋友 對啊 然後這時候全部女生 就其他男女生就很尷尬 他們就說 那這樣子 怎麼不會 很好吃 很好吃 然後我就趕快 我也開始試相 我就開始吃 就說 對啊 這些才是招牌菜 對 那一句很硬 我不懂吃 那一句很硬 我不懂吃 那個現場氣氛是凝固 當然 因為他想說 怕你處理好 怕你來沒有菜肚子餓 然後你還在那邊 鹹東鹹西 真的 他還想說 你如果說 你怎麼沒有點到他招牌菜 就算了 還前面說 你怎麼都點這一些 對啊 你說不懂吃 對啊